占地11456公顷的杨明山国家公园 北面竹子山 南志沙漠山 东起黄嘴山 西道轰炉山 面天山齐鹿 海拔200公尺到1120公尺 全区坐落在台湾北部的大同火山群 区内的开发价值非常的广 刘庆南处长谈到了今后首要的工作 一个是保护环境跟他的各种生态 第二个公园它是提供这种科学angel的一个地方 教育场所 第三个它是一个可以提供观光游戏的一个功能 杨明山公园是台湾地区的第三座国家公园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这个管理处的成立 我们也高兴政府能重视国民旅游 与提高国民生活品质的积极做法 但愿不久的将来 杨明山公园成为中外截支的观光游戏胜地 我们下期见